大家好,我是Stan 尤嘉宜的成员与其一年前在中国一个节目提到的 差点就成为尤嘉宜的第七位成员的练习生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 在练习生的时候 我刚刚去海外的时候其实也不会语言 然后也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有一个全公司只有他跟我是同样99年的一个朋友 他会中文,他虽然是外国人 他帮了我很多 所以我们俩一起努力进入到 已经到了输道组了 真的是突然有一天我们在练习室练习的时候 他突然被姐姐叫走了 但是从那之后他就再没有来过 那些事情打击很大 然后就是觉得我想讲就是 一个同伴就是一起追梦的时候 你突然旁边一个左臂右膀 你的左臂突然没了的感觉 哇真的太美了 对外地来的朋友温暖照顾 心地也很善良 Cube真是没眼光 把一个无论是外貌歌唱还是语言能力 都很出色的人给淘汰了 其武汉语奇肯定都感到心里不舒服吧 到现在还会提到这件事 那他们之间一定是真的很亲密 希望其武汉语奇的友谊永远 也希望他们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真是残酷 虽然之道无可奈何 但就这样一瞬间就消失了 应该是就像对舒华来说 俗金一样的存在 我去查了一下 他现在以一名演戏舞作为演员活动 出演了《SILGERON 与他生活2》和《WRIDRE PLUS》这些作品 希望对刚到韩国来的语奇温暖照顾的演员演戏舞 能在演艺事业大发 语奇以及尤嘉艾德也能继续走滑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